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不讲 小编C 您水笑 第496章 帮我娶一个女人 墨无忌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被打开的墓碑入口 墓碑被丢在了一边 墓碑的外面还有十多具尸体 看不见一个活人 浓郁的先灵气从入口涌了出来 就算是墨无忌来得晚 他也知道这墓里头绝对不简单 仅仅犹豫了片刻 墨无忌就从这入口出进去 一条竖帐宽的倾斜通道 出现在了墨无忌面前 若不是知道这里是一个墓碑 墨无忌还会以为 自己行走在宽广的马路斜坡上 墨无忌加快了速度 半炷香后 他停在了一个小型的广场上 广场四周树立着至少十多个雕像 每一个雕像面前都有一块碑机 碑机上有大端的文字 在广场的四周至少有十多条岔道 神念骚过去 每条岔道都通往无尽的深处 看起来就像是个地下迷宫一样 墨无忌的神念扫到最大的雕像 在雕像的下方碑机上 刻着的名字是吴生大帝 还有就是吴生大帝 作为吴生道宗开山老祖的一些事迹 从记载里 墨无忌得知 吴生道宗是在吴生河旁开辟的 也就是说吴生河比吴生道宗还要悠久 对于后面刻画的各种事迹 墨无忌再没了兴趣 至于其他的雕像 他也只是随便扫了一下 看了看其中的文字记忆 便迅速离开了广场 他选择了一条通道 直接走了进去 通道越走越窄 一些打斗的痕迹随处可见 途中甚至还有一具被轰碎了脑壳的尸体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在墨无忌侧边响起 墨无忌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这才发现侧边只是些通道石壁罢了 墨无忌的神念扫到这些通道石壁 却发现神念根本无法渗透进去 又是两道沉闷的响动 跟着 距他不远处的通道居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墨无忌瞬间就看清楚了 那不是裂痕 而是石门的门缝 因为有两个人在其中打斗 因此导致石门被轰开 看样子 自己是来晚了 这些通道中间 是有很多的石门的 来晚了 石门被关上 他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墨无忌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那门缝中钝了进去 噗的一声 墨无忌刚刚进入这石室 一道血迹就迎面射了过来 墨无忌身形微微一扇 避开了那道血迹 而在他落地的同时 石门再次关上 一具尸体跌落下来 看样子 两人分出了胜负 墨无忌没有在意落在地上的尸体 他的注意力落在了那名战胜的修士身上 随即他愣住了 这家伙居然和他有九分相似 如果不是他脸上和脖子上 到处都是雷痕交错 这家伙甚至会和他更加的相似 若非这里是仙剑 他甚至会以为这家伙 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 墨无忌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 他的长相 其实已经和地球上的样子 没有多少差异了 而那名战胜的修士 似乎也受伤不清 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他和墨无忌一样 满脸的震撼 他盯着墨无忌 似乎难以相信墨无忌的长相 和他如此的相似 你是谁 跌坐在地的修士 沙哑地问了一句 墨无忌则淡淡地说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再不了伤 你就活不了了 墨无忌知道 这家伙伤势重得厉害 即便是他身受如此重伤 想要恢复过来 那也是够强 墨无忌在说了一句话之后 便开始打量起石室了 石室中只有一个神龛 一张石桌 仅此而已 你不用看了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 见墨无忌四处寻找 倒在地上的修士 勉强说道 不用这名修士说 墨无忌也知道 这里头没东西 那神龛和石桌 并没有动过的痕迹 虽然他不明白 既然没有东西 这家伙和另外一个家伙 都在这里打神 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管的 既然如此 那就告辞了 墨无忌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不是他不救这个和他很像的家伙 而是他实在是救不了 这家伙一看 这家伙一看就是零落断裂 石海受创 就算是他想救 也得费尽全部的心思 然后耗尽自己的生机落和除神落 他和这家伙素不相识 在这种危险的地方 耗尽自己的能力救人 他墨无忌还没这么高尚 换成别的人 肯定会趁火打劫 他不趁火打劫 已经算是极少有的人了 等等 这即将陨落的修士 看见墨无忌要走 他叫住了墨无忌 墨无忌停下来说 你伤势很重 我身上的丹药 对你基本上起不了效果 所以即便我等等 也没办法救你 这修士摇了摇头 我不是要你救我 我自知自己即将陨落 就算是先帝来了 也救不了我 我不但是石海和凌落崩溃 而且元神也开始亏散 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剑墨无忌皱眉 这名修士赶紧解释说 我这里有一份东西 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 如果有用的话 你你就拿去 说完 这修士挣扎着抓出了一个浴盒 墨无忌一张手 这浴盒就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打开了浴盒 发现这里面仅仅是一张古朴的地图 地图有些模糊 他只能看清楚大致的几个位置 这种东西 他要来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墨无忌正想将地图丢还给这修士 忽然看见这图的最下角 居然画了一颗珠子 而且上面还写着 墨原珠三个字 这是一份墨原珠 曾经出现过的位置图 这修士似乎很想说算了 可是那件事情 似乎对他非常重要 这几个字 是怎么也说不出口来 墨无忌再次将地图放进了浴盒 你不怕我拿着地图 马上就走吗 这修士嘴角已经溢出了鲜血 他勉强地笑了笑说 你应该不是这种人 如果你是这种人 你会直接杀了我 拿走我的戒指 这图对我很有用 你说吧 我需要帮你做什么 墨无忌收起了浴盒 同时拿出了一个影像水晶球说道 若不是这家伙的伤势重得可怕 元神都开始涣散 墨无忌还真想救了他 我叫燕燕 燕燕 燕燕是燕家的家主 我 我 也 旗下有妻子 我父亲燕燕 常是张子 我母亲连离你 墨无忌打断了燕燕 燕道友 我建议你直接说 需要我帮你什么 免得这般浪费时间 你不用告诉我你家里的情况 我也会帮你这个忙的 前提条件是我可以帮 若是帮不到 你说再多我也没有办法 对墨无忌来说 只要是他答应的事情 他有能力做到 就必定会想办法帮忙 他做不到 这燕燕说的天花乱坠 他也会无动于衷 我知道 燕燕的声音更加的无力 我想请你 用我的身份去燕家 只要三个月时间就够了 三个月 三个月后 你随便去哪里 墨无忌一愣 假扮成燕燕 随即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应该是没有身份才是 这件事情可以做 燕燕见墨无忌没开口 便继续说 从这无声秘境出就好 我会迎娶 几家的天职教女纪约 我就是请你 帮我做这件事情 墨无忌一听燕燕的话就知道 这件事情他做不成 抱歉 这事我还真没办法帮你 假装成你的样子可以 但我不会代替你 去迎娶几家的那个什么纪约 你有什么别的要求说说吧 对了 这是无声秘境吗 这秘境怎么来的 进来多长时间呢 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呢 燕燕也听到墨无忌前面的话 似乎并不奇怪 可听到墨无忌后面的话 顿时有些愣神 墨无忌连这个秘境都不知道 他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哦 我是从别的地方进来的 不小心来到此处 墨无忌并没有隐瞒燕燕 反正对方都要死了 也不可能暴露他的秘密 那更好 你可以借助我的身份出去 否则你没有身份预排 你必死无疑 燕燕说完 哆嗦地指了指自己的戒指 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预排在 在这里面 多谢你了 但我还是不能答应你的条件 墨无忌一抱拳 诚恳地说 燕燕则连忙说 我是真的阳群 只是帮他一帮 让他通过这种方式离开极家 只要他嫁到燕家来了 他就可以随时离开 看见燕燕眼中的温柔和爱慕 墨无忌明白过来 感情这家伙是一个单相思 喜欢季月 却甘心被季月利用 接住迎娶的手段 让季月离开季家 然后放走季月 季家 欠我父亲一个举足人情 我会用这个条件 去与季家求亲 季家 不 不 他不同意 燕燕停下来 不断地喘起气了 墨无忌知道 什么是举足人情 那是拯救对方 整个家族的人情 这种人情 不要说什么要一个女人 就算是要更多 季家也只能还了 他抓出几枚丹药 送进了燕燕的口中 等燕燕缓和了几口气 这才说到 你用你爹的举足人情 去帮一个女人 燕燕叶叹息一声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我的情况很复杂 解释起来很难 莫无忌闻言 却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泥潭 他的脑海 瞬间清晰过来 他盯着燕燕说道 燕燕 你实话告诉我 刚才那个被你杀掉的秀氏 并没有能力让你如此重创 甚至石海离开 原神溃散 若是你再欺骗我 我马上就走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